新婚姻館長所在婚館新北岸路理教李吉康町 特別行研究室團隊前往前 最近李吉康町RC教已經完成到差不多了 研究室友先帶大家關上這組真有技術感的教授教 這個30米這個結構我覺得就不用動到鋼構 我們用一般傳統RC 但是這模板我們做的比較特別一點 這模板的特別就是我們純粹用清水膜 然後完成之後只要把那個塗料做好 你就不用再有什麼裝修 以後的管理維護非常的一個方便 用清水膜研究技術後 北岸路理教李吉康町教程程度有好嗎 民眾在這組教程不能散步 也能發現美麗風景 橋不只是橋嘛 它可以是雕刻品 也可以是一種裝置 也可以是一種建築 那你在這個RC橋你還可以 在這裡頭有一些空間你還可以停下來 可以遮太陽 可以乘涼非常的棒 然後也可以看到第一起的那個 那個北港女兒橋 這邊好像是女兒子 這邊這裡的話它有一種剛性的 剛性的美 兩座橋這樣子相互輝映 非常有意思 廖建築師的話 他把我們這個小鎮 這種宗教古鎮 可以有一座空中的這樣一個散步的難道 把我們去做到這樣 我覺得是很開心 北港女兒就二期間定義美國 開來空中糟糧概念 並並將為空中漫步 形象北港肯定美景 我們就是希望這條路的話能夠復活起來 當然復活的話不可能再抄襲 過去的五分子車的天氣路 所以就用一個現代的手法 現代的藝術的那樣子一個雕琢 把它變成一座很新的新的橋 這座新的橋其實它是非常的現代 它的流線也是非常具有挑戰 所以我們在做的規定其實是很難做 現在看看雛形已經出來了 我們看到這座橋 它的每一個刀法 還有它每一條的線條 都很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品味它 北京二期間定主要的RC球已經要完成了 尤其冷協等一公里外 空中糟糧五月完工 將會讓北港部更快接近美感 記者力差不多